看看新闻榜 我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在他们家呢 就是女的负责貌美如花 男的负责做饭养家 去看一下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非常好 我很开心 接着刚一提到黄磊的名字 孙丽就一股脑 把能说的好话都说了 不管说多少 便这笑容里流露出来的 幸福挡也挡不住啊 其实女人你 你里边是什么样子 你外部呈现的就是什么样子 有了爱情的孙丽 难怪那么多年 孙丽依然如此貌美如花牙 她的样子 她是孩子的母亲 是我生命的伴侣 1995年黄磊和孙丽的爱情 在校园萌芽 2004年两人在北京领政结婚 2006年女儿黄多多出生 2014年小女儿出生 从相识至今 已经足足19年了 她为什么承认 她是杀人凶手 19年的岁月 让黄磊从风流倜傥 变成家庭主妇胖大书 孙丽却还是当年的那个孙丽 你看那个 她之前演的那些戏 就是什么男闺蜜啊什么 其实她私下里 跟那个戏里的角色挺像的 对 然后也是家庭感很强 很幽默 喜欢讲道理 但从始至终 两个人的爱情都不曾有变 说的也是 如今的黄磊老婆孩子热炕头 不愁吃穿用度 自然心宽体盘了 她反正就是 她做菜有一个特点 倒是不翻菜谱 有的时候甚至比我们吃的 那个还好吃 如今黄磊43岁 孙丽37岁 老公负责做饭养家 老婆负责貌美如花 这样美满的生活比青春更有意义 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